自从19世纪初有了从军舰上起飞战机的先例以来,航母逐渐成为军事战争的利器。 要知道,航空母舰的出现为各国军事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,早期的航母主要的为海上提供机场的作用。 以往航母上的设备包括阻拦锁设计、舰导设计、机库设计等,所有的设备都已经趋于成熟,多数都经历过历史战争的考验。 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,成功的被保留下来,失败的淘汰掉,逐渐形成了现代化航母,并且随着军工科技的发展,通过安装各类电子设备,现代化航母逐渐成为未来海战中的指挥中心。 那么如今世界上最大的航母究竟是什么样子呢? 美国凭借雄厚的经济基础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,在航母方面美国拥有11艘航母, 其中排水量最大的要数去年服役的福特级航母,它是美国海军第11艘航母,与此同时也是造价最高的一艘航母。 据资料显示,福特级航母的造价高达上百亿美元,从2005年开工建造到2013年正式下水, 2017年7月份正式服役,从建造到正式服役历时12年。 据资料显示,美国计划在2058年之前建造10艘福特级航母,逐渐取代目前的10艘米米兹级航母。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,福特级航母采用了计算机辅助工具设计以及虚拟影像技术, 在设计上能准确模拟出每一个设计环节,各种零部件的制造精度上也有了很大的提高。 很多人乍一看,福特级和尼米兹级航母的设计布局似乎是一模一样,那么福特级又有了哪些提升呢? 福特级航母相对于之前的尼米兹级航母,确实做了非常多的改良。 在设计方案上总共研究出15种不同的设计方案,比如说,战机的起降方式是采用传统的弹射起飞阻拦索这件,还是使用滑跃短距起飞阻拦索这件。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战机使用护额跃起飞垂直降落的方式,每一种设计方案,这对于飞行甲板来说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。 另外,福特级在设计之初曾出现过新颖的构型,比如说飞行甲板分成两块一个是降落区,一个是起飞区,起飞区分别在健身两侧,不过这种大胆的构想最终因为成本和风险过高,并没有采用于目前的福特级航母,未来会不会采用这种设计,时间会给我们一个答案。 如今的福特级航母,舰长337米,飞行甲宽77米,持水12米,满载排水量高达11万2000吨,最高航速30节,最多可携带82架舰载机为航母提供制空拳和制海拳。 动力方面,采用了两套AEB和反应堆为其提供动力,从这样一组数据上不难出,福特级航母简直就是一个可移动的海上小镇。 近年来,我国海军的发展尽管非常迅猛,辽宁舰服役6年过去了,国产航母正在紧张地进行最终的调试,或许在年底加入我国海军服役。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,目前我国海军与老美还存在一定的差距,不过这种差距随着我国军工技术的发展会逐渐减小,甚至超越。 前不久,在布朗斯维尔码头附近,突然出现一个不速之客,这让距离码头数十公里外的每大型海军基地有些惶恐不安。 原来,这竟是一颗原型的老旧水雷,不知道怎的竟摸到了鸡查铺基地附近,要知道,这里可是驻扎着两艘航母,13艘潜艇,还有第三大核武器储存仓库。 之所以美军会如此惶恐不安,是因为水雷可是被称为常规武器中的战略武器,别看它的技术含量低。 弹体积大,适应性强,威力大,更重要的是布射非常容易,扫除却特别难,通常水雷在爆炸后,海面上可以直接炸起数十米高的浪花。 平时威武的军舰在旁边都显得很小只,可是,水雷这么厉害岂不是没有对手了? 错! 扫雷舰就堪称是水雷克星,同样作为海军重要的舰艇之一。 扫雷舰被誉为大海中的开路先锋。 12月4日,中国海军网发布了一段我国扫雷舰作业的视频,上面说到的数十米高的浪花在视频中清晰可见。 由于技术难度大,我国海军扫雷部队被称为海上赶死队,主要负责作战前的扫雷、巡逻、护航等任务,水雷爆炸后掀起数十米高的浪花。 在央视网的报道中曾介绍,扫雷舰会在一次布设有水雷的海域,来回航行并利用专用设备清除,引爆水雷。 众所周知,航母目前是我国吨位最大的舰艇,包括055型驱逐舰等万吨巨轮也纷纷开启下饺子时代,与之相比,只能在近海活动的小布点扫雷舰还有立足之处吗? 事实上,排水量最多接近一千吨的扫雷舰在一众万吨军舰中,算是最小的舰艇了,但其在海军中的地位特殊至高无上。 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的一级军事长何世荣曾说过,在一次海上航行中,迎面使来了一艘驱逐舰,当两舰靠近时驱逐舰的鸣笛声响起,向扫雷舰致敬。 不仅如此,按照国际惯例,其他军舰,包括航母在内,都必须向扫雷舰鸣笛致敬,由此可见,扫雷舰在整个海军舰艇中的地位有多高,实际上,能够如此离不开其出色的作战能力。 我国之前研制的遥控扫雷舰艇,仅在越南的海防港航道上就扫除了大量多种型号的美军水雷。 而且,我国081型扫雷舰在超强台风天歌面前,5秒内化险为夷,保全了自己和即将相撞的渔船。 081型扫雷舰,倒不是说我国海军的扫雷舰有多么优秀,实在是美军的扫雷舰曾在2017年发生了多次事故。 要是同样发生在台风天,或是扫雷时到也还好,关键都是在条件全都良好的情况下,这样鲜明的对比下,实在是高下利舰。 特别是近两年,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844、845等新型扫雷舰的加入,更使我国在该领域卖上了新的台阶。 据了解,这些扫雷舰装有主动探雷声纳,拥有玩味的电磁,声波扫雷系统,凭借先进的性能已经成为各大扫雷舰队的种子选手。 别看扫雷舰的吨位不大,而且外形看上去平淡无奇,但它却是海战中不可取代的一份子。 一旦有作战需要,扫雷舰就会首当其冲,义不容辞地为整个舰队保驾护航。 在一众万端军轮向它鸣笛的今天,我们也要向其致敬,向扫雷部队致敬。 丁允,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欲发显得毫无底线,在11月份已经发起了对伊朗的最严厉制裁,让伊朗的经济受到了非常沉重的打击。 由于经济制裁一直在加码,导致美伊两国关系自然变得敌对起来。 而且,美国方面根本不与伊朗进行对话,不给伊朗任何机会,这引起了伊朗的强烈反对。 环球网12月4日消息,伊斯兰革命卫队准将表示,伊朗的弹道导弹让美国的航母在中东地区没有办法展开优势。 这说明伊朗的导弹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,对于航母这类大型舰艇都有相应的威胁作用。 现在伊朗公开发表这类看法,应该是比较有把握的。 专家分析认为,伊朗此举是为了在舆论上占据有力的地位,对美国进行警告,同时也为自己打气。 伊朗的导弹流星系列现在已经发展到第四代,据消息称,流星4导弹已经可以达到2500公里的距离。 这对于在波斯湾封锁美军航母根本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。 而且由于离伊朗特别近,所以伊朗无需其他载机设备,直接从陆地发射就可以威胁美军航母。 现在由伊朗高官发出这种威胁,代表的是真实的伊朗声音。 看来伊朗已经被美国的制裁压迫得无法后退了,只能强硬反击。 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关系对立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双方所处的阵营。 伊朗与俄罗斯关系比较好,所以双方之间经常会在国际上联络互动,互相帮助。 而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,从叙利亚方面和乌克兰方面都可以看出来。 美国纯粹是为了要堵死俄罗斯,并且不会流出任何退路,这将引起俄罗斯的强烈反弹,在亚苏海事件上就可见一般。 俄罗斯方面根本不管西方的各种警告与劝说,直接对乌克兰动手了。 如今,伊朗方面与俄罗斯互动较多,在石油制裁的时候,甚至伊朗还把石油运送到俄罗斯进行提炼之后,再出口到其他国家。 这也是俄罗斯帮助伊朗的典型证明,双方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,所以共同反对美国霸权也是理所当然的。 现在美国把伊朗逼得这么紧,令人愤怒的行为一旦到最后,必定会引起伊朗使用导弹对付美国航母。 如果美国人再不醒悟,下一步的局势可能会不可控制。 自从19世纪初有了从军舰上起飞战机的先例以来,航母逐渐成为军事战争的利器。 要知道,航空母舰的出现为各国军事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,早期的航母主要的为海上提供机场的作用。 以往航母上的设备包括阻拦锁设计、舰导设计、机库设计等,所有的设备都已经趋于成熟,多数都经历过历史战争的考验。 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,成功的被保留下来,失败的淘汰掉,逐渐形成了现代化航母,并且随着军工科技的发展,通过安装各类电子设备,现代化航母逐渐成为未来海战中的指挥中心。 那么如今世界上最大的航母。 朴棚实玩意儿 对朴棚实玩意儿